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講到哪裏了,講到哪裏 所以後來我跑到自流行的看 所以我有一輩子這件事沒有做好 我就是好朋友啊,最好的朋友 在他聖節一拜,可是不能再打降丹 但是假使有一天勝利,我要回街江市 一定把你骨頭燒了,帶回去 後來我回來也沒有再去 所以還欠他,不過他跟我來了 關我來回到舞台來,一轉身就沒掉這樣 哪裏有這個本事 這些賬我都知道,是我的什麽人我都知道 好,所以講到元旗法師我就知道這個人 有一套空能啊 聽說元旗法師在空能,他說空能人 在他家鄉當地,他們都知道 他在家鄉當地,人家鄭家生無的 父稱,還是前鄉的一個巨人 祖父又是什麽 都是世代的,說家觀看他 我一到空能,就是在空能唯一的大飯店 這漂亮的地方 听说越奇法是在空门 在他家乡当地他难得回来 都搬在海外香港 我就打听空门人讲 他说五家的少爷出家的 他家里市家很大 王后府邸一样 那个房子是王后将相的房子 我就跑到五府上拜访 那个名片叫越奇法是谁刚好在家 他一看到我 我一看 这个回来 我还是是怪头头 头发流在肩膀 皮到肩膀 眼睛一直看不见 一直很发亮 穿一个 穿西装的皮鞋 打一个帮牌 上面穿个红衣 拿个手工 一个手架在他自己家里 出来看过 很高尘 我就叫他法师啊 我也没叫你师父 他怎么敢啊 我说你有个徒弟叫圣灵师师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啊 我一直叫他 哎呀 他已经死掉了 啊怎么死掉了 我就叫他哎呀怎么搞的 但是他没有找到 我说师父啊 是他是我好朋友 我说他死掉了 我就代表他叫你师父啊 就说我没有回答 这就是现装速度多了 中国文化度多了 好朋友的长辈 自己也认为自己长辈啊 可是他对我很客气 他不敢拿分 他跟我这个人啊 冒漫不成的样子吧 这个后来我们三年两女就谈正题了 我说法师啊 师父啊 你现在还是当年那个程度吗 哎呀 他这个时代 我是听说希望老了 哎呀 我见过好朋友好朋友 他手一摆 我看这个样子就不问了 我说仰旧高明是来过后上听说 好朋友我就叫做好朋友 他手问好朋友 结果嘛 他说啊 我们俩变成好朋友 过三天 他到商务饭店 他看了 这个生物饭店门口啊 等于现在的五星级的旅馆门口有卫兵 有暂时要一观正确这种正确的 法国人开的 他这一副装的样子 你看 揣一队 短挂不像短挂 长跑 罗汉挂长跑不像长跑 他这一副装的 他这一副装的 头发的 扭到这样长 他这一副装的 眼睛的 看好像下落一样啊 也不像小一点 深深一点的 一副装的 蛮亮光的 不收蝙蝠 穿一双皮鞋 西装裤的皮鞋 打个帮牌 拿个手奔龙头 怪账 或外兵当架 他就没有人正乱 他是昆明的私家 人是人家不管你了 你是家 你家以前 你祖父做过皇帝 现在他不认识你这个烂和尚 外兵不讲 我正好 除了放在阳台上看一下 一下看到 一个和尚这个人 我们又看着元旗法师 外兵不讲 我晓得他来找我 我都赶快就跑到楼下去 打个交锋 我用我的客人 这个开门的尾巴不好讲 我就把它带成放开 然后我们两个一谈 就谈到 正到以后 正到空生以后 肉体一死 就不再来了 除了粘盘 就不再来了 哼 我说法师 你还是这个贱者吗 成了当然 年盘不再来的 哎呀 我说大法师 你的俗词 你的见地 知道这个程度吗 啊 他说怎么不对呢 我说不要说别的 冷却真 冷却真 上面讲的 啊 不要年半福 也无福年盘 小城的罗汉 是停留在 有余年盘 偶然不来这个世界 不过请长家 请端家而已 小城还不就成 有一天要毁生下大城 大城到了福 正在无余年盘 每一个城府的都再来任何十方世界 都一切众生 这个教理我说你都应该了感 他教理是那么讲的 啊 是正是我这个正格 啊 我们俩抬车杠子了 抬了半天 那我那个 你为了真理钱呢 本人数不低头的 我就站出来 我说你这个健康 你还在去 十五三十年 他跟我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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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不要这样 不够我们俩的好朋友 为了护法 古人有句话 念口将生下地狱 不怕 护法做人成 念口将生下地狱 不怕 护法做人成 哪怕是父子好 兄弟好 感情最好 你没有到那个正 就是说你对了 那都干了 真理钱呢 就不低头 念口将生下地 不怕 护法做人成 去看 尝语 到香港文奇远 去法师大家都敲打幕子 我死了人,叫他来念证,你干什么讲,来讲证,好,你走了,就赶快去吧。 他就说,好好,你们供养花,给市场买一袋花,拿那花来,呼,一口花。 我供养,好,抬出去,抬出去就好了。 他就怪市场走。 他就在台湾,慢慢听到演唱,他后面随时跟他们到了台湾。 有一度,香港的人来传言,他元旗法师在香港讲,南华讲是他的弟子。 这句话,我就把他打忘你了。 同样的同样,我叫你师父告诉他,也不是皈依你。 那个同样的书人嘛,我要公正你。 后来我说,那写残害类测那本书上,我大概提一下, 我一辈子有两件事,你们问我那个先生老师好不好,师父, 你不要讲名字,我还可以说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 你一提名字,我绝不答复你的话。 何必批证一个人干什么,认识不能忍,这是我一辈子。 所以我认他本书要提到,我有个好朋友讲, 讲这个这个,后来我要给他加上去了, 后来去把他名字写出来。 讲情来服务道了,再不来了,这个见改错误的。 后来我说乱去,人家把他拒绝让给我看, 我说乱去,为什么要打王女,我不是他的弟子。 我说乱去,他拒绝了,他拒绝了。 这个,后来他在香港过世了,他的手憋一场, 八百万港币 我的那个好朋友杨冠百多月生 就笑 哇是啊你真笨 我说怎么 越是法师讲的是你 你是他徒弟 你就承认一声就对了嘛 这八百万港币就拿到手了 结果说八百万港币 他说你死了以后整涅槃了 他再来不再来 后来我一问却到哪里去了 他暑假来的姿势 就结束了结束了在香港啊 读啊 调啊 一两年八百万用的广广的 也好啊 师方来师方去嘛 为什么讲到他 因为提到用家才是讲到他 他就写文章 一本剧作 也去法师的剧作 和我这些徒弟们出版了 现装的 一个字一个 用的漂亮 古书 古色古香啊 他一篇文章 专门攻击用家产生的 他说用家产生 甚至用用家的政道过 第一思想是错误的 不是重庆的复发 是老庄的思想 第二是什么啊 这一篇文章 是不是用家写 用家写不出来的 修复是在那一套考据 可惜他死了 不死了 我到了香港 一定随他两个儿子 所以修复在这正常 他有在后面 喜欢写文章 喜欢标记利益 但是你说他修持上 初步的见地有没有 低处有 我讲这个古是为了什么 就为了让用家产生 重大过 影响中国文化 一切多年 到了这一代有一个半字眼的 这种我永远叫他半字眼 他复发也只说了半字眼 协派文章 传门攻击一本书 叫什么门人我不知道 一定流传掉 他的书流传 他的弟子们拿这个书当命 那种法本一样的 所有人都劝人不要写书 杀人不顾杀一命敌一命 你杀四个人一百个人 别扭别马 反他命在一百条 你写了文章 错误了对后代的慧命 这个十八层半的地狱 都不能下跌 有些现在时代电脑 正不落年 罗王那里收了新的地下识 都挖了两三层 哈 本来十八层 现在大概二十一二三层了 电脑是买 这个果把不得了 所以古人作书 非常小声 就怕一字词 就查罗英国 这叫杀人慧命 智慧之命 对肉体的生命 不过这一条 慧命给你断了 用不超声的 当然不是因为 勇家大师生活的统乡 我替他遍复 对慧命给你断了 对慧慧之义 这是工程讲话 下座醒乡 下座醒乡 对了 找个事 多声 这种日子 这种生活 我也过了一辈子 这些问题 修书 文章 各种各样 还有些真实问题 哪里做好事 哪里要出钱 那些 哎呀 没办法 所以我也很想修财神法 天天要钞票来就好办 有钱出来 就跟我在西藏说了财神法 什么法都说财神法 我不喜欢说 要么我不说啊 张哲先生 那个财神法说了以后 天天要供养 说命中是富贵法 依贴供养 比如这个台子上面供养的 21杯水 早晚都要换 干净的 20次 20多家油灯 或者100多家油灯 用所有灯 贴贴都要点 不少的钱啊 那个有 然后还要烧父母 什么都烧化 修财神法 还有很好的奶油 很好的香油 我把财神放在中间 天天给他换香油 换了洗澡 洗了念出旧子 洗一次脚 都是香油 香油就要烧了 那个情报一算 我不要修财神法 我一定是个财神 要做到布施 供养 食物 真切方面 处处都要 空子说的 布施既重 尿送 幼病 要知道是个人需要钱 需要物资 通通打满足大家的愿望 空子说 这是尿送当那皇帝的都不可能啊 布施 这个伏家将布施既重 是每个人满月 满足 尿送幼病 做皇帝的都救不到啊 众生愿望无穷啊 愿望就好听一点了 大夫问题 过去无计时呢 有时候一天坐下来 堆积多了之后回醒了什么 一回醒坐下来 不共 但天一天就是写醒了 受不了 没有世界级 它没有世界级 所以暗赌之劳行啊 暗赌下桌子上堆的信要回的 之劳行 就是做了大人 那也是秋风落叶 乱未堆啊 少征还来千百回啊 所以人生的正改 想你们一个人 成正很好 你说红发丽生的 哦 那是犧牲之王 而且有没有这个梗子 所以人生正改 诸位假如没有得到我的大夫 或者稍等一下 啊 我这事情啊 太杂乱了 因此就想起来人生 这下是许多木骨奈后 清朝那位大叔再记下来有首诗 如何如何 又如何啊 如何如何 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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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何乐 又何无奈后啊 那真是真的 非到那个整改人生整年过得知道 一個人到了某一個程度,好像我找他,我每句話一件小事, 可是他本人一天解除的一句話一件事,切切外外,就不得了了。 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如何活幾多啊,如何如何如何了,如何如何無奈何, 如何如何如何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這些小法師能看到這些好節奏,不得不得命都還好,這是個很好的豆子,你天天去念吧, 專手閉關念詞咒一百貼一定要說成就,成就個什麼無奈何, 我,我說的話頭,從哪裡開始啊? 釋迦牟尼佛說就開始。在哪裡呢?你們都不曉得留意了,冷切中。 所以慘中時以冷切中為主體喔,不是一正當中。 大摩祖師來,傳了心法以後,豐富而過以冷切硬性。 大摩祖師來,冷切中也是他的重點。冷切中又如此重要。 冷切中,冷切中在萬年,年紀大的時候,在西蘭到南映州西蘭,說說著。 那西蘭有冷切山,在這個山上說著。 冷切中一開始,大會菩薩,大會的大智慧菩薩,提了一百零八個問題。 提了很多問題。宇宙問題,人生問題,唯物問題,唯物問題,唯性問題, 最受問題,何受問題,宗教問題,問題的問題,一大袋的問題。 甚至提到,一個窗上有幾顆灰塵,一個灰塵裡頭有多少分子。 就是有多少核子、電子、原子,那些的話。 大到無比大的問題,小到無比小的問題。 冷切中的開頭都是問題,是冷切一百零八問題。 可是大會菩薩提的不至於百零八問題。 很爽軟,什麼問題都問了。 當然沒有問完啦。 佛也提話頭。 大會菩薩提的這些話頭,佛沒有正面打佛。 一個一個打佛啊,太細了。 但是全體的佛爭裡頭,大爭爭裡頭,大爭爭裡頭,幾乎所有問題都要打。 不止在一本爭爭,兩本爭爭。 所以你們青年青,現在時代印刷發達,大爭爭,都擺在這看。 說我在山上閉關、約障。 這位師兄在外面招呼我的。 他故意上來休息一天、兩天,他又下山。 下山要挑明、挑糧食上來。 那很苦很苦的,要命的。 當然,全品妙子上就是靠他們就用來吃的。 那我就給他一張條子帶下去,花生米多少,那什麼的,要他去帶。 那時候我也吃過七年素,當然沒有,在山上當然吃素了,過無不許。 我原來十七八歲的時候,運動的時候,喜歡運動,一餐是吃八碗飯一碰粥。 你們現在是,你看我現在,現在我一天是吃一餐,兩碗粥。 當年是一餐,一碗粥,一碗粥,吃下去了,兩個粥就有餓了。 所以你們是吃得胖啊,要減肥,我就不相信吃了一輩子,最好的也不肥。 但是我要接受,也受得不能。 差不多已經是百股關了,還受了什麼。 在這樣的情形,在山上也是過無不死啊。 我們這個師兄人在這兒。 那怎麼做得到啊? 為了收福啊,收債啊。 三碗飯,慢慢接進兩碗。 我和小兄長都說,在綠一定對不對,方法一定,我要試過的。 慢慢來,怕我也缺毛病。 兩碗飯,一碗飯,一碗飯,一碗飯,到一碗,一碗到半碗,半碗到兩口,兩口到一口,一口,一口就難斷了。 這一次要咬了,到了那個時候啊,終於咬了,這個嘴巴,這個吸氣就來了,然後給了,哇,不吃。 這口也不吃,吃七口,生得花香米,都是他給我買回來。 生得花香米,七口慢慢把它,一口,五口,三口,三口,兩口,一口,到了,碰到半碗了。 沒有,不過呢,嘴巴還要到那個時候。 可是那麼多年在我們身上,那個時候是二十七歲了,二十七八,正在重年時候。 湖呢,湖在我們身上那個茶葉,是寒的。 我們那個水是,血水,下雪天掛出來。 只不過像營養,不會本人,一天我們妙香是,最了不起的外年菜,對不對? 這對,是像外年菜,辣椒。 辣椒,那個鹹菜也得很遠,加一點蘿蔔乾,很了不起的。 油,炒一炒。 關出來是這一碗,吃不完就剩下來,明天還是加這樣,再炒一炒。 所以叫外年菜。什麼叫營養?那個時候沒有考慮。 吃下去的飯,烏出來的大便。 我們那個山上的那個公司廁所。 比這個,比這個樓矮一點點。 上面烏下來,到下面,不能有兩句是, 這個樓矮半折,那個毛巣上面。 不是現在秋帥馬中,那個板歪了一邊。 鳥流極,那個鳥就流得很久。 康生,毛巣很深。 鳳羅子,這裏摸下來,大概等了半天,再咚一聲。 吃也特別風光啊。 回想那個日月,日子。 前後在樓梓,江西樓梓,住毛棚。 我大便,沒有車手。 有沒有自來水,跑到哪兒? 跑到。 外向懸崖在艾等上,找一個地方,兩個手抓著。 那個大便下去,大概高空下來,下面是不是大便,不知道了。 半路已經化掉。 要是我完了,自己回頭看看。 啊,真是啊,弄成一步,來炒香啊。 那些炒香,大概。 這些生活,非常有味道。 你們所以想做省鮮,冷鮮的生活很苦啊。 不好玩,不要做省鮮。 所以我們現在各個環境,做省鮮多舒服啊? 一天到晚都是木。 哇,那有木包圍住了。 我們下面開始省鮮在白鎮裡頭。 即使那個冷鎮是很重的水縫裡頭泡到了。 像我閉關的時候,那個冬天到了十月,就是冰雪風塞了。 那個小樹上給別人的雪包起來就這樣大。 唉,可是呢,我後來想,我就想,我這一輩子沒有福氣了,在山上想完了。 一個人在關裡頭,披個紅、披風,貼冷的,三窗鼻子上面。 早上起來第一窗鼻子上面結霜的。 走了。 走了。 可是有一個味道,到了十二月間,你們看過月亮,八月十五看得多。 十一月、十二月最冷的時候, 哎呀,那個下面,萬山冰水是流離世在。 一會兒小樹就變成。 現在水中坐著,窗子倒,外面都是噴掉。 那個時候,天清氣老,半夜,月亮,當頭一覺。 那時候,自己也就在清雪了,清浮了。 那個風箏,你可沒有看得過? 這就叫清浮。清浮是清浮。 這裡吃下去,歐出來的大邊還是白的也是。 那時候,就哭什麼的營養。 咽也哭了。 咽咽咽。 因為它活到八十幾。 啊,還那麼好。 啊,話頭,講到這裡來,話頭都晚。 這就叫你們,講我們那個時候,我要看大長城, 一天看二十轉,啊。 不過到這個時候,我看大長城,看什麼? 都會看小說,好像每一句都懂。 這就是什麼時候,就不要那麼辛苦了。 當你沒有了解一切,你說,正幹證都讀不懂。 什麼是菩提、菩提時代,都搞不清楚。 這就是,講到冷卻真,有一百零八個問題, 佛把它弄縮,佛要講到一百零八個問題。 我叫你們好好去看證。 證的就是話頭,話頭就是證的。 所以我們念佛做一百零八個,就是冷卻真要一百零八問。 那么问题108个,你去看看那年经复每个问题,他自己把它中火弄来,有105个。 他答复问题没有,他一个等于都没有答复,统统摆在那一张上面。 但是这一步的念经你都懂了,都懂了,上面108个问题,108个问题,108个问题,都解答。 就这个道理,像话头。 所以你们不要浪费了年轻,像我现在的,譬如现在我手边有大增加, 只是想一个问题,忘记了,一想抽那一转,那一转,很容易抽出来。 当年影响有啊,当然我还觉得有笔记不顾,你离开的人都没有了,现在都不谈。 笔记有什么用啊?靠脑子,靠兄弟。 暗子,靠兄弟。 这也是按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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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为你举时与地都在搜寻搜定 债定会 你看这个时候 有没有饭债啊 什么债都没有动过 这个时候当然是定了 你管我真定假定 是一种定 这个时候 这个味道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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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也就是为会嘛 你管了什么会 大会小会就是会 所以这样的形象 这样的形象是大家写真烈翻 练习 我讲过的形象的方式很多种 自己想的采用 spricht唯一跳 然后就是要做一种吓一样cía外 Internal 这是一个击一个总是两端 两条 两条绳子 编个竹炎的时候 workplace 一个拍唱片中一本肯是一般 half axis 一个环境最上性 这样 number 这一头到哪一头 哪一头回到这一头 就可以练习了 也包括了做了自然的运动了 生生也健康了 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订阅